国庆节以后呢 是进入一个兰花丰苗的旺季 兰花在丰苗的时候 究竟有几苗合适 或者说是苗多与苗少 会对明年的开花呢 有一个多大影响 有些男友他心想 他想把一盆兰花呢 分到呢 稍微多一点 大概比方说 七八苗十来苗的兰花 它分成一苗两苗 一株一盆栽种 这样的话 明年会不会再开花呢 今天我们就拿几盆十例 这些兰花呢 在这里有三盆兰花 这三盆兰花呢 是去年的十月下旬 我自己封苗种植的 全部是春兰 我们来先看第一盆 第一盆去年种植 是一个壮苗带一个新苗 何谓壮苗 就是这一苗 这一苗在去年种植 还是蛮壮的 这一苗应该是 2018年门发的苗 然后呢 它当时分苗再种的时候呢 有两个苗 这个苗是2019年的苗 在去年种植的时候呢 它还算是新苗 今年呢 又蒙了一个苗 总体来说 去年的十月下旬 种植的时候 那么就是这两个苗 就是这两个苗 那么现在它有没有出花苞 我们放近一点看一下 这本兰花今年呢 出了三个花苞 一个 两个 三个 这三个花苞的出来的位置 花苞 一个 两个 还有这边还有一个 四个 四个花苞 那边两个 这边两个 总共呢有四个花苞 三苗出了四个花苞 而且这四个花苞 有三个花苞 就是去年种植时候的新苗 就是在现在来说 它已经是状列苗了 很明显是 从它的炉头上 分裂出来的 另外一个花苞呢 是在今年的这个新苗附近 门发出来 因为这个今年这个新苗门的比较早 现在已经长成撞草了 已经是蛮健壮了 这是第一颗 我们看一下第二颗 第二颗蓝花呢 是单苗种植的单苗 就是看到的这个 是去年的种植苗 现在叶甲有一点枯黄 这是一种退草现象 我们之前在另外的文章 和视频当中讲过了 退草现象 今年呢 它门发两个新苗 这个新苗呢 已经长得比较大了 这里还有一个 这个苗应该是 八月底 八月底门出来的一个 一个新幼苗 那它有没有花苞呢 我们仔细的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花苞的 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花苞的 长在去年的这个苗的炉头上面 从这个上面分裂出来的 长了一个花苞 我们再看一下第三盆 第三盆的苗呢 稍微要多一点 要多一点 我们看一下去年种植的一个苗情 去年种植 这个呢 是去年种植的上盆苗 这个呢 也是去年种植的上盆苗 去年是两个 两个种植的上盆苗种植的 那么现在它的一个花苞的状况呢 它今年门了一个新芽 这里门了一个新芽 两秒总共 今年是门发了两秒 那么现在它有几个花苞 我们看一下这里我们看到的有一个花苞 然后呢 在这个位置呢 也有一个花苞 在这个位置也有一个花苞 总体它的一个 出花苞的一个比率呢 是比不过第一盆的 第一盆是最高 第一盆就是 种植的时候 只有两秒种植 但是它 今年发了一秒 发了四个花苞 它的生殖燃尽呢 是非常强的 也就是说啊 通过这个视频 这三盆兰花的对比 我们可以看出 蜂苗的多与少 和明年的兰花 是否运累 是否开花 没有直接的关系 那么关系到 它明年能否开花 能否运累 能否开花的一个 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苗情 苗情非常的重要 就是我们常说的苗苓嘛 就是蓝苗的年纪大小 苗苓合适 苗情健壮 那么你分的单一些 今年就算是独苗种植 它明年春天发苗 明年秋天 依然会可以运累 到明年的春节的时候 就会可能会开花 如果苗情不够健壮 苗苓太大 太老了 那么你就算是 多苗三四苗 一重的话 也是有可能不开花的 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一个原因 关系到 封苗以后的兰花 第二年 是否能开花的一个 关键的原因 我应该会变得来